最強新幹線 變形機械Z 香蕉號誕生啦 哇 太厲害了吧 馬跟機器人結合在一起耶 Z核體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發揮創意 那我們一起來進化吧 緊急事件發生 來 以達到超進化速度 新幹線進入變形模式 新幹線Z 衣物准號 大家好 我是香蕉谷哥 終於到了期待已久的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Z的玩具開箱了 YA 我們要準時收看喔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我們今天準備了什麼 太帥氣了吧 首先是全能型的 衣物准號 接下來是紅白配色的 速度型的 E6小丁號 還有藍色的 力量型的 E7光輝號 旁邊Z800的燕子號 當然不能錯過的是 可以變成 機械黑馬的暗黑號 這一次最特別的是有 再來線的超武裝列車 它就可以跟原本的 新幹線變形 讓武器的力量提升 再進化 這一次要好好鎖定 我們今天的開箱 你就可以知道 怎麼樣互相的組合 互相的進化了 好吧 那我們趕快來進行 今天的玩具開箱 Let's go 首先我們來開箱就是E5 看到綠色 白色 加上粉紅色線條的E5 是很多小朋友 非常喜歡的列車喔 這一次搭配的再來線是 三手線 三手線來了 再來線的超武裝進化 就可以讓它組合成一個 全新的型態 那我們先把E5 變成機器人的模式吧 好 E5出發 我們先把它組合在一起的分開 我們就拔開 通常拔開再拔開 這是它的兩隻手臂 那我們先從頭開始吧 這邊可以有翻開的地方 然後就可以把頭轉起來 再蓋回去 帥氣的頭就出現了 接下來後面這邊 身體一樣轉過來 聽到咔嗲一聲就完成喔 咔嗲 好了 完成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兩隻手臂打開 這一次連拳頭都可以轉動 活動性很高耶 很厲害 好 我們就可以把手呢 手臂跟身體組合在一起 上半身就組合好了 接下來呢 換腳的部分 拉開 這個就是它的腰部跟大腿的部分 然後這邊有個盔甲吧 往上組合 腰部組合在一起 很流暢耶 接下來換腳了 腳也很簡單 通常是把它拉出來 就是這樣 兩隻腳呢 可以讓它看起來更厲害一點呢 就是把車尾的這個前端的部分呢 裸在一起 你可以看一下喔 是這樣子 線條顏色應該是一樣的 跟原本沒有裝的時候比起來 是不是力量提升了 好 那我們要把腿部跟身體結合在一起了 咔嗲 咔嗲 戰勝劍放上去 看你要怎麼拿怎麼用都可以 這樣就完成一五了 帥氣的一五五手上有戰勝劍 你看那帥氣的姿態 一五來了 是不是很帥氣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三手線 變成它的上臂結構 可以看起來更壯更不一樣喔 三手線來了 先把輪子拆開 然後把它打開 接下來呢 一樣是兩隻手臂 看到拳頭了嗎 把手臂拿出來 兩隻手臂 這時候呢 你看 這個 凸起來 插進去的部分呢 在裡面 輕輕退下 好了 手臂也都是可以轉動很靈活的喔 我們現在要變身囉 一五三手號 變身 知道… 看… 看… 看一二三 看… 手臂變得不一樣的顔色了 而且變得更粗狀 你們有發現嗎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它的武器 裝上去囉 這個就是剛才的 藏在車廂裡面的武器 從兩邊可以變成三字型的結構 好 三手線戰勝劍完成 放到這邊 拿著一把帥氣的寶劍 這把劍真的看起來超帥的 然後當然要抵擋的武器就是 放在手臂這邊抵擋攻擊 帥氣的姿態 一五三手號完成 好帥喔 不見 接著吧 接下來介紹的是1617 就是這兩台 你看16小丁號拿的是 短槍 然後呢 17光輝號拿的是斧頭 砰砰砰砰 好 接下來我們要加上再來線 武裝列車的變形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16小丁號 搭配的是 Next號 也就是我們成田快線 我們等一下要來變形的時候呢 拆開了以後就會變成 小丁號的下半身 也就是腿部的結構 好 先把加農泡拿下來 輪子 先拆掉 打開 一二三 兩邊 所以這個要變成腳很簡單 就是這樣 好 拉出來 等一下要組合在一起的 然後腳拉開 這個轉過來 這樣子 然後腳變得好大一個 接下來就是要把它 旁邊的這個呢 盔甲再組合一下 蹦蹦 兩隻腳也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組合在一起 變成16 Next號 變3 可不 扛 扛 那這時候呢 我們加農泡呢 還有一個地方 可以把它裝上去 這邊呢 有一個可以旋轉的地方 然後後面這裡呢 有一個孔洞 一樣把它裝上去 很帥喔 完成了 好帥氣喔 16 Next號呢 變形之後呢 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的腳冰得很大 有沒有 這樣它移動的速度可以更快 而且可以跳得更高 攻擊力也大增喔 咻 砰砰砰 然後武器還有不一樣的變形喔 你也可以把它組裝一起 拿在手上 砰 新幹線第16 Next號 Next 變壓變平破壞砲 Next 變壓變平破壞砲 力量型的E7 跟它一起合體變身的就是 子昊 子昊進場囉 你看 子昊上面有一個很大的斧頭 表示力量很大 我們先拿起來 這是它的武器 把它打開 這邊就是兩隻手臂的部分 然後拆開來 這個可以再拆下來 像鋸子一樣 這個就是可以裝在它肩膀上 讓它看起來更厲害 好像墊尖很雄偉的樣子 我們要把有顏色的朝在前面 所以是這樣 然後這個墊鋸就是用在旁邊 這邊有兩個孔洞 這邊有兩個洞 所以把它放進去 如果你放進去 放不太下的時候 記得有個小訣竅 這是可以移動的 你可以調整 要用點力氣啦 很強壯的肩膀出現了 好 手臂 組合 組合 這邊子號有附一個 大斧頭加上小斧頭 你看 變成這個 好 我們把它拿在手上 17子號變身 是不是很厲害 空空空空空 手臂的力量更倍增喔 新幹線 第17子號 現在要介紹的是我們的新朋友 Z800燕子號 你看燕子號的配色非常好看 還有一個像燕子一樣的翅膀 所以它是可以飛翔的喔 最特別的是 它手上的這個武器 是日本的忍者用的武器 苦武 融合日本的傳統的特色 搭配它的是誰呢 讓我們來歡迎 陰術號 陰術號呢 可以跟燕子號一起變形為 Z800陰術號 那我們來看看 它們變形之後 會成為什麼樣子吧 一 二 三 變身 Z800陰術號 它手上的這個武器也升級了喔 苦武加上極電弓 變成了陰術極電弓 我覺得這個武器 看起來非常的厲害耶 它的翅膀也還在 還有可以飛行的感覺 果然是防禦能力 攻擊能力都升級囉 太厲害了 緊急事件發生 暗黑號來了 前進 暗黑號 由五節車廂 是由神秘的機構 所研究出來的 反派新幹線變形機體 它結合了機器人 以及生命體 所創造出來的 最大心幹線變形機器人的敵人喔 而且這一次暗黑號 具有前所未有的攻擊能力 看起來也太強了吧 那我們趕快來看看 暗黑號五節車廂 可以變形成為什麼呢 它可以變形成為 超酷的機器人 還有機械黑馬 誕生 好 跟機器人一起來吧 摔溜摔溜摔機器人 按黑號變身 carbs 好 就可以變身成為機器人 可以飛翔 還有馬在下面 摔溜摔溜摔溜摔 最厲害的是 而且他們兩個 還可以一起變身成為 壽奇模式 1 2 三 太厲害了吧 馬跟機器人結合在一起耶 而且你看這個帥氣的姿態 前面看起來像機器人 可是又有馬的型態 KOROKOROK 太厲害了 配上這個武器 暗黑號怎麼感覺很厲害啊 暗黑號還不只這樣 聽說他可以變成一個 超大的機器人喔 正義的一方該怎麼辦呢 卡票 阿姬 你快點撐脫 沒辦法 根本就動不了 超力人期待的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Z 在YOYO TV每週日早上的十點 獨家大首播 所以大家一定要一起來期待喔 那玩過新幹線變形機器人的 小朋友一定都知道 他們是可以自由組裝跟拆解的喔 那組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不一樣的機器人 玩法很多變很有趣喔 那香蕉哥哥就想到了一個 強 還要更強的 最強新幹線變形機器人 大家想看嗎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要開始囉 我選擇的是 因為它有三手線的 上半身的結構 手臂變得更強壯 那我先把它拆下來 好了 你看它有強壯的手臂 那我先把它放這邊 那接下來呢 我要選擇的是 16小丁號 有NEXT號的下半身結構 因為它的腿部看起來 真的很強壯 很厲害喔 好 那我把它拆下來 然後這兩隻腳 配上這個腳 加上這個手臂 大家有沒有感覺 什麼結到了呢 有一種聖誕節氣氛的感覺 看起來也是很帥氣耶 好啦 選擇好上半身跟下半身之後呢 那我來選擇不一樣的武器 電斧 看起來就很厲害 加上這個電斧 顏色更多了 剛才小丁號這個長槍 我也想要用一下 我把它拿下來 因為這個長槍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這樣使用 我把這個呢 轉一下 然後 就可以變成 是不是很帥 接下來呢 我知道了 我來使用 燕子號這個翅膀 超帥氣 最強的新幹線 變形機械人Z 香蕉號誕生啦 哇 是不是超級帥氣了 看到就覺得好興奮喔 現在趕快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首先 這個一五準號呢 它有三手線的上臂結構 看起來很強壯 還有Nex號的下肢結構 看起來站得很穩很帥氣吧 然後它身上的武器 有很多種喔 首先有三字型的劍 然後再加上背後的長槍 還有手上的墊斧 旁邊還有盾牌 再加上有燕子號的翅膀 準備起飛囉 你們喜歡這個香蕉號嗎 我個人是覺得很滿意 感覺好厲害喔 Z合體有很多不同的變化跟玩法 小朋友就可以發揮創意 做出一支屬於你自己的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Z喔 那我們一起來 超進化變形Z傳動裝置 是主角們 操縱新幹線機器人的重要道具 除此之外 還能夠掃描各種QR Code 成功掃描 即有機會解鎖各式各樣新幹線 通行列車 甚至是新幹線機器人喔 超進化研究所模式 還可以做出Z合體 自行搭配出自己最強的機器人 新幹線對戰模式 能依照機器人的特性 使出不同的攻擊 好大 能和可愛的司馬特機器人 做互動小遊戲 傳動裝置還可以變形喔 變形成功 可愛帥氣的智慧型機器人 司馬特登場 超進化變形Z傳動裝置 等你來挑戰 那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Z 每週日早上的10點 在YOOTV獨家大首播 一定要準時收看喔 如果喜歡我們開箱影片 記得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 多媒火車節強勢回歸 詳細活動內容 請上官網查詢